古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城市 1900年前由于城北的维苏维火山爆发 仅仅18个小时旁边古城被6米高的熔岩和火山灰掩埋 就此从地球上消失了 之后的千百年里 人们只能通过当时幸免于难的一位16岁的少年 写下的文字来了解那场灾难和曾经繁盛一时的旁背 可是就在人们几乎要淡忘旁背古城的时候 这座古城竟然又重现在了世人眼前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回到2000年前 站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圣地回望东方的文明 2009年 我们的摄制组赴庞贝财导开设 古城里石窟的街道 斑驳的柱廊 无一不再向人倾诉着庞贝古城当年的景象 突然的灾难让庞贝瞬间消失 却造就了全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 如今庞贝古城遗址被称为世界的一大奇迹 两年前 意大利庞贝市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结为友好城市 在庞贝行走 不禁会让我们联想到西安 东西方的两座古城都有着丰厚的历史遗存 重现着历史 今天就让我们从最具体的文物开始 讲述两千年前东西方的文明历史 眼前的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并不引人注目 可当人们知道 他们就是科学家在庞贝古城中清理出的粮食遗迹时 大都会走上前仔细观察一半 这是大麦的一层 这是橄榄 那是无花果 还有枣和蚕豆 它们可都是被火山灰掩埋了一千九百多年后 被科学家清理出来了 庞贝出土的宿面碗中 盛放满满的食物 生动地在线着庞贝城居民富足的生活 同样是两千多年前 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正是汉代的文景之质 老百姓的餐桌也十分丰富 餐桌上有饭有菜 更有酒有肉 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历史 也是因为有两千多年前的文物见证 西安汉阳林博物馆是一座地下博物馆 与庞贝古城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效果相同 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座博物馆 站在玻璃上就能清楚地看到脚下两千多年前的丛葬坑 在地宫南区有一处以粮仓为主题的丛葬坑 从坑内的痕迹可以看出 里面就残留着粮食的遗迹 同时在另外一处丛葬坑内 考古学者还发现了好几只陶罐 有方的和椭圆的两种 经过仔细清理 在方形的陶罐中有树米的痕迹 而在椭圆形的器皿中 发现了一些白的液体 通过化学成分分析 这些液体有动物的细胞成分 竟然是两千多年前的鲜美肉汤 这些文物无一不再向后人说明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人们的生活平安和富足 两千年的生活重现 东西方的难忘历史 国宝档案 文物解读 世界奇迹 在旁北古城 除了发现建筑构建 雕塑 生活用具 专家们还清理出了许许多多的金币 这些金币的文式非常精美细致 说明古罗马的金属加工工艺 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同样 在中国的汉阳陵 也能看到金饼 金虎头等黄金制品 但是相比古罗马精美的金币 阳陵的金饼并没有什么文式 尺寸也小了不少 不过 专家却告诉我们 这些金饼的使用和历史的意义 几乎都与大金币相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让我们再把时间倒回到两千年前 有人称 旁北城是座金色的城市 人们生活富足奢侈 两千多年前 贵族决斗士们频频使用着金币 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也有一些人拥有少量的金币 同样 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汉代文景之治时期的汉代长安城 金子也是极为贵重的金属 当时的贵族以金饼作为货币 汉代文景之治的时期 朝廷主张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勤俭治国 所以当时陪葬的陶勇仅有真人三分之一的大小 陶勇身上佩戴的东西也都相应缩小了 不过 虽然陪葬品缩小 但他们讲述的历史却没有因此缩水 汉阳灵的文物 用一种四两脱千斤的方式 重现着两千年前中原大地上人们生活的安定与富裕 这些武士勇的脸上都略带笑意 而另外这件陶勇的腰上还缠着当年沿海地区的通用货币贝壳 这些细节似乎在说 文景之治时的士兵不用为生计发愁 甚至还有人带着钱上战场 足见其生活的安逸富足 几粒粮食几枚金粒 在东西方的文明古城 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这些文物跨越两千多年的岁月 再次被我们细细解读时 时空似乎都拉近了距离 一同为世人展示着历史的画卷 在西方火山附近的神秘森林呢 在东方有滇池周围的世外桃源 两千年前同样身处森林 东方和西方的古人怎样面对凶恶的蛇呢 又如何描绘美丽的孔雀和矫健的路呢